世界消防大赛8月底要在韩国登场 全球将有近万名打虎弟兄要同场竞技 而且特别的是 比赛项目除了消防专业技能之外 居然还要比华龙舟呢 所以台湾这回获邀参赛 特别就推派了台北县消防局的猛男龙舟队来应战 他们相当有信心的说 要把冠军带回台湾 特训过后 一个个皮肤有黑 宛如磨尾筋肉人的北县消防猛男 要出国比赛挑战世界消防大赛 面对全球顶尖高手猛男们没在怕 因为参赛项目 他们号称是世界铺肉级 别怀疑 正回的世界消防大赛 真的有龙舟项目 比的是十人至五百公尺龙舟竞技 他们都是清廷选手 那我们是一般消防人员 先天上是有比他们还吃亏一点 我们不怕辛苦 因为我们在训练真的是还蛮累的 一 二 闲暇时猛男们齐聚练华 还天天带队跑步锻炼 因为在韩国与各国好手比龙舟 台湾绝对没塞落去 最重要是说代表消防机关 有机会第一次到世界各国 尤其是韩国去证明 龙舟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传统 我们相信我们的成绩会非常亮丽 就连女消防员也主动请英担任骨手助阵 北线消防猛男誓言在世界大赛中夺冠 替台湾争光 白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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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走 走 قachen TopekHodar 小аш餐 大 Jan 小时 子 数 沿岛 北线 劇